《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 啤梨 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在沒有監察之下 而有權力 開頭就算你不腐敗也好 慢慢慢慢 我們做了幾十年 別說歷史 你都一定多多少少會腐敗 怎麼可能不腐敗呢 明知沒有人敢查你 為什麼我不敢做呢 我們看看這些 大家可以知道 像蕭先生那樣 大家就知道那些環境 你不會比那些發展商 我不說這個 鴨利州 也是南區的 這單洞來的 我想這個 叫沿岸 沿岸就是 裝飾中國旗下的 樓盤 昨天收定價單 將最高折扣 16% 大幅上調到41.75% 即是 個別單位變相減價三成 減價三成 新盤 尺價現在最新 21,000元 整個boot close 第2期 第3期 第2期 第一批推出的 扣了幾萬張票 扣了幾億 不知幾萬億 以千億計算 扣了很多錢 因為22,000元呎 地資站上改 再推24,000元 引至第一期推出的boot close 那單位就全面倒塌 現在這個 21,000元 始終是鴨利修 單洞 入場費 如果用開放性單位來講 港島區 300多萬 如果用我們過去的幾年提 真是 很難賣 但是發展商 老實說 春光水亂就鴨線紙 你真的覺得會不會比那些發展商呢 大家真是國有國 21,000元呎 新盤這樣劈價 他們麵粉也要2萬多元 新盤這樣劈價 那些二手 或者你拿著想出貨的朋友 就自己收拾 真的要 OK 另外 今天 田雞 田啟文 封閒這個千禧年代 他說4月21日 即是後日 全港戲院日 似乎 搶飛不次如期 就沒有去年那麼厲害 於是他說 其實電影都有淡旺之昏 他說現在這樣的環境 建議電影商大膽一點 為什麼這次沒有那麼厲害呢 因為其實很多環頭環尾 的戲院 可能是試夜晚 譬如長沙環那間很便宜 好像四五十元的夜晚 我試過去看 兩間都沒有 就是 你知道我講哪裡了 長沙環那裡 另外 也有些個別戲院 現在的組場 譬如蔣正那些 其實都是二三十元 已經是有的了 變了 你現在三十元 吸引力 不夠 今時仍然用三十元 看過幾兩個小時的電影 你真的不能說是貴的 在香港的地上 你真的要搶那些 IMAS 對先底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田雞說 真的有很多對手 第一 你自己家裡的串流 不用說 看網台也是 看傳統電視也是 回大陸也是 不是的 你的對手 你回大陸玩就不在香港娛樂 去澳門玩就不在香港娛樂 甚至乎台灣 我這個Kent 去台灣日本 我們年紀大 如果不是的 以前我們 星期五收早就去泰國 雖然一早上回來回來 你不會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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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對手 他建議 電影商大膽一點 推出更多的優惠 希望增加觀眾留在 電影院的誘因 兩條腿 一方面有些電影商就要繼續去製作 但其實有很多製作人 已經將他的那盤數 放進去 不只是電影院 知道收得不是多少 你說 電影也是重要的 但是老實說 好像我們這裏有很多是拍戲的朋友 自己拍戲 都得為然說 其實有些戲 他們都不會入戲院看 或者未必一定 不是不支持香港電影院 立即出街的事情 又要拍車 又要出街 你相對現在一般的家庭 其實真的是我們設備的 就算是一間公屋的 很多時候都可能會有冷氣 不用入戲院 涼冷氣 有電視 不要說 很大寶 43吋 你家裏不賣 其實很多時候都OK 看有一類戲 當然 都OK 和大銀幕 當然會有分別 但是他們認為 接受到 這就很大件事了 譬如有些 很多文藝片 包括小弟 都會 懶惰 不如 你放電視 那時做吧 即使來做 或者TVB做才看 這樣都會有的 但是有些戲 你會覺得不行 好像TOP GUN 後天 你就 橫幌新入戲院 你不會等電視看的 是吧 我也有期待的 5月5日 譬如現在 九龍城 成了一些圍城 我很期望 首先是鄭寶瑞 第二 似乎已經有人 你說鄭 你看過甚麼 我喜歡看那套 小說 有人看手影 出來已經是有正評 那我眨眼看 我不知道他扔多少錢 還是CG 還是怎樣 他有景 好得 真的眨眼看 都是70年代 80年代初 那時候的城寨就沒有以前 別人說得那麼恐怖 我眼見的城寨就已經不是 說那個 你到處吃狗肉 你到處 真人屌虛 吃買百貨 到處真人屌虛 有些位 是 賣飛進去 賣飛進去的 即是 體驗沒有 我們小時候說到 很可怕 在我小時候 一二年級 不要進去 衛生怎樣 那當然是差 你問我 即是 他應該怎麼說呢 我在一個城寨走的 也有同學在那裏 我記得以前有個同學 我都挺喜歡他 女仔 很瘦 四眼妹 我實際這麼多年沒有記起 現在講一下我記起 他叫 姓魏 姓魏 不是魏 好像有個鬼字 叫魏 叫魏淑賢 很少這個名字 魏淑賢 我們那個年代 很少這個姓 魏淑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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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幾個朋友都住城寨 於是 只是我的朋友 因為城寨 對面就是侯皇廟 侯皇廟隔壁就是墾牆 墾牆隔壁就是我的學校 我學校走到城寨 五分鐘 真的五分鐘 美東邨 所以我年輕的時候 一到二年級你都是小寶寶 三年級 就已經 入城寨 我又不覺得 三年級你當然 小時候可以得到 六年級 就很大股 六年級就覺得自己是同黨 我 都是有些導遊 那時候最多是 我開始認識 啊 這真是多得過重要 有很多炒小菜 大家不要搞錯 就在外面城寨外圍 有間鋪在城寨 都是外圍 在美東村對面 有炒小菜 裡面也一樣有餐廳 非法店 我真的覺得 好一個縮影 或者再之前 我未出生 五六十年來 甚至乎 好似去到後期 是不是三不管 是不是警察不入 我都很意氣 好像有些警察都會進去 就不是說我們小時候看電影 吵你那些賊 好像吵你了 沒有 譬如在那裡承發 不斷走 一走就成債 不斷走 進來 我覺得沒有 吵你進來 拘捕你 如果我認識那個年代 我期待 好像 打得很厲害 還有林峰 原來做底藍主角 林峰 看看怎樣 可能他改變他的命運 林峰這套東西 日本政府觀光局最新數據顯示 3月份的旅客量 308萬 創客單月新高 按年大增 七成 喂 你老鼠 去年那個base 低 那我們就看回香港 你就看回香港的3月 今年香港的3月 有沒有七成 增加 即使那個base 多低都好 好了 最多 人數呢 就是 第一 排名第一 南韓 第二 偉大祖國 第三 台灣 第四 美國 香港就排第五 整完香港排第五 復活節的假期直飛日本的航班量 亦都創了歷史新高 即是復活節假期飛日本的航班 香港 加上郵輪停舊 沖繩喇叭 有郵輪去沖繩嗎 我都不知道 下次試一下 首季訪日的旅客消費達到1.75兆日元 亦都同樣創日本的歷史新高 而香港旅客 在 1月至3月 就消費了1543億 在日本 即是多少錢 78億港元 78億港元 3個月 即是1個月 花了20多億出外面 一向都有 一向都去日本 但是我們一向是有人進來的 有郵客的 以前的郵客 就不要說買到歷史了 起碼我們看到兩個女生 又叫點炒可粉 又叫點雲吞麵 又叫菠蘿包樣子 現在是兩個女生 一個菠蘿包 一杯奶茶是味 連那個菠蘿牛果都不買 不買呀 那你就要不要 連住賓館也嫌不得貴呀 當然啦 老老實實 現在交通這麼方便 真是回大陸住 就算我明天再下來都沒問題 你說他住深圳還是你住賓館呢 你說啦 是不是真的沒問題呀 香港賓館我想都幾舊呀 就算 真是差呀 賓館 好了 香港旅客在日本 主要消費購物 用了五百多億 五百多億都二十幾億港幣 其次是住宿和飲食 香港旅客在日本 平均6點一日 原來都挺長呀 每人花費呢 花二十四萬日元 二十四萬日元 即是疲嶺的港幣 現在說五點零幾呀 疲嶺的港幣 你死不死 出的繼續出 繼續增長 入的就縮 離境稅啦 為何夾機場 我們有機場建設稅呀 離境稅呀 離境稅呀 這一個呢 我真的不想報 但是不禁要說一下 又是 電話騙案 又是那些 喂 懷疑你花了錢呀 屌你 你大膽我呀 接著有人接黑你呀 通常那些人是害怕的 其實呢 我有時候都很難分辨的 他用真電話打呀 深圳電話也有呀 叫得出案名也有呀 又說什麼 現在是衛生署的最後通告 你上次不知道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那些 基本上第一錄音 我都不尋味 他就算真人說 屌你老母呀 我看有什麼後果 最後都沒有後果 有沒有那些很久沒有找你的朋友 WhatsApp你 或者Telegram你 那些早排出唸過 甚至有雲錄音 借錢 沒有這樣就 有啦 全部是AI來的 那你 上次就是 十三妹 十三妹都Message Message 那次好啊 但這些出道是雲錄音的 但是呢 但是 我也覺得騙不到我 因為我不會理會的嘛 就算了 就算你真問你 借你給他借 我也不敢借的嘛 你借你了我呢 你真的人不出來 我也不敢借啦 中學我們AI 是不是先 好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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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立即就有人來 真是 什麼 垃圾電話而已 應該是 老實說 這件事是什麼呢 我真的覺得 這個人 小小醒目 都是蠢的 有個女人 五十幾歲 昨天報案 她說 在3月30號 接了一個自稱 內地公安人員的電話 你不要聽我的話 你聽蕭澤儀 警務處長說 她上次說的嘛 100%是騙人的 那你就不用理會了 100%是騙人的嘛 好了 哇 她涉及了一宗 內地的洗黑錢案件 騙徒隨後 就要求受害人 跟隨她的指示 以釋除其嫌疑 你應該跟她說 喂 我涉及案件的 你現在去哪裏 哪個警署 拯回公安局 我進來 倒你老母 協助調查 我上來釋檢 我倒你 我倒你 你再說 你夠了 就抓我 我倒你老母 我也有公安 你也行的 喂 公安 阿Sir 不要說那麼多 你夠了 就抓我 好啦 其後 有個24歲的本地女子 親身接觸受害人 我不管是本地女子 還是燈妹 之前都是這樣 也是這些東西 是吧 好啦 就向她展示一張偽造的香港警察 委任證 要求她簽署保密協議 我屌你老母 真的不會出事委任證的嘛 混蛋 沒有了 反而是不會出事的 這麼大的破綻 還有 跟著最離譜 跟著再將一部手提電話給她 給受害人 要求受害人將自己的電話資料 銀行就轉到那部新電話 那你轉到新電話 我便把這些東西都收好 好了 這個務自稱警員的女子 騙子走了之後 受害人感覺到有些懷疑 於是乎 還要上網 她也認識 不是蠢了 上網 看這些警隊網上資訊之後 怎麼說又是警察 自己說的 就聯絡這個犯 詐騙協調中心 從而揭發事件 阻止進一步的損失 其後 警察當然是把這個女子 就是叫這個放蛇 叫這個受害人的女子 所謂的女警出來 就把這個女警拘捕她 發現這個女警 這個騙子 涉及其他五件類似的手法 都是務警 涉及款項 六百多萬 一男四女 最慘的那個 一個人就不見了210萬 真可憐 好了 這些問題 其實你整件事已經非常假了 我本來打到我的照片 但我廢視 廢視 真的給大家看 她只不過是print了一張 Hong Kong Police Forum 你不可以然後過膠 哈哈哈哈 就留想到你 你做證都做到那麼謎 我隨時 不用用Photoshop 用Excel的那樣print出來 都騙到人 你倆都有人給她 我不是說什麼 你倆說什麼 好了 另外 王耀明周耀輝辦簽名會 在深水埔大行街 警方接受投策 接到投訴後去截拆 沒有人被捕 我這樣看這條題 我都覺得是否正在舖上這樣 但看到內容 我不怪得了警察 我怪事一半 話說是什麼呢 香港文學生活館 在大南街我當然很熟 因為大南街是我周圍的 真是吃早餐的地方 有時候看法又吃東西 很熟悉的頭 很多現在的 發展到一半不湯不水 也有很多的文青的cafe 那些的髮型屋 都在那裡 他在大南街的合社舉辦的感謝祭開放日 就是王耀明加周耀輝的簽名見面會 王耀明歌迷 Louis 就跟記者說 他說當我們排隊索取簽名的期間 突然有多名警員和警車到場截查 警員說因為有人投訴你們阻止條行人路 這樣說 警方回覆記者說 他接獲投訴說現場很多人 所以警員到現場呼籲現場人士返回點鋪 沒有拘捕任何人士 這個沒有問題的 因為有人投訴警員就去工作 似乎沒有問題 我亦都不覺得 我希望不是因為明哥 如果因為明哥 警方要做事 不如你抓狗去坐牢 投訴些什麼 行人路會阻止人 難得有多人在街上就好 不是 那些人投訴 這是警方的角度 第二就是 那些人投訴的人 如果你是因為 趙家有很多人 不是他有權投訴 你也有權怎樣去處理 去想自己的警察 喂 還是因為你看到有黃耀明去投訴 這是一件事 但是最奇怪就是 老實講 你去到看到 原來我們有Event 等於當日我排隊排到上海街 也有警察找我一樣 我們有Event 大家走近一點 不要阻止這條路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 我再看這裏 他說要記錄下所有排隊人士 是 有什麼必要呢 這個就過了 過了 過了 你說我們真是張心比心 也不是說我們很黑警察 所以什麼都要去批判他 有人來投訴 原來有些知名人士來辦簽名會 各位 你們排隊不要緊 走近一點 好不好 話叫跟主辦方 這個合社道 你看看怎麼安排我 你這樣排他 就阻止店舖 那些老實看我拍 你看看怎樣找我什麼 就是一定有辦法的 但是為什麼要登記身份證 於是乎我又想 我們不要這麼政治化 你登記的時候 那些人會更加塞住 那條街 是的 沒有得走 我覺得 他登記身份證 我不要用政治法的角度 可能警察去到 又是那樣 不要了 叫人不走 然後 不是了 登記來幹什麼 阿sir 其實是登記 就算你登記負責人的身份證就算了 登記來幹什麼 不要了 登記有先 其實是這樣 老實說 極極其 合社你們舉辦 看看我商務登記 極極其 搞定了 難道那些人看完小龍書 排隊吃狗忌 又要登記身份證 話說回來 我想問問你 因為你經常出去吃東西 我早上 現在經常在廟街 那邊廟街 過了離分道的那邊廟街 那邊的廟街 那邊是正面局 吃早餐 有人在那裡去調教 拍車 我看到那裡有一間 點心度 叫做點什麼 為什麼你這樣好多排隊 八、九點鐘就已經排隊了 是不是因為上了小龍書 是不是小龍書 又是鬼佬 不過我晚上八、九點都在那裡排隊 以前呢 十年八年前 就很流行來這些 即是 剛剛出這些 店舖吃點心 就以前很流行 各位網友才不知道 那麼多人排 各位在竹家莊對面 各位有沒有尤麻地熟識的網友 竹家莊對面 點心度也出名 不知道是點心度還是點心 出名的 是啊 很多人排隊 那我又去試試 你今晚又去嗎 那如果要排隊我又不會 什麼的 但是 即是我們小隊 早上八、九點鐘 早上八、九點鐘 早上有排隊 等開店 等開店 是啊 然後 晚上的時候 我去旁邊有打火鍋 沒有人排 又是這麼排 那麼想吃點心 還有看這些 香港人多 即是不是 即是 遊客有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人 我覺得有些人都知道的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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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非常主情 … 是